什么是中国是外交 就是每当中国外交官发言时 都会创造载入史册的名场面 不信 一看 在2023年联合国的安理会上 当时俄乌冲突爆发整整一年 会议刚一开始 乌克兰外长库里巴就说 让各国代表起立 为战争中死去的乌克兰人抹哀 很明显 他的这个做法是针对俄罗斯的 话一说完 乌克兰人就直接起立 日本紧随其后 美国也在第三个起立 这时 联合国秘书长 弯着身子拱着腰 犹犹豫豫地看向中国代表 看着我国做得稳如台山后 他站也不是 不站也不是 其他小国则四目相对 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不知道该站还是不该站 而就在这个尴尬时刻 俄罗斯代表大声发言 替大家为俄乌战争中 所有牺牲的民众默哀 说完自己就带头起立 我国代表听完后 也毫不犹豫地站起 看到我们起身后 各国代表也紧随其后 美国也跟着站了起来 虽然只有短短的几十秒 但把大国的担当 小国的权衡 展现得淋漓尽致 你再看 在2023年的中美高层会议上 当时中方应美国邀请 参加会议 可会议刚一开始 美国就迫不及待地向中国发难 先是发言严重超时 后又不等我们说话 就要求现场的媒体记者离开 完全不懂什么是尊重 面对美国的无礼 我国外交部主任杨洁篪 强硬反击 他说 你们没有资格在中国的面前说 你们从实力的地位出发 同中国谈话 当时他的这番话 震惊了全世界 成为国际上的经典语录 是的 这就是中国式外交 不弃软怕硬 公平公正 而这也只是 我国外交霸气场面的冰山一角而已 点个关注 咱们接着往下看